嗨 道士好 今天我要做一件事 就是我非常想要做的 就是把一間夜市裡面的攤販 他們所有的備料給他吃完 讓老闆可以早點休息 早點下班回家 那我在想這一件事情 光我一個人是做不來的 所以我特別邀請到了 美國知名的大衛王瑞娜 我們歡迎她 哈囉 耶 今天要麻煩你跟我一起完成這個夢想了 好 因為我自己在想 我自己吃牛排的話 可能吃個五六份就已經蠻厲害了 那如果要把這個店家 他準備了這個牛排給他吃完 我一個人是沒辦法 所以呢 瑞娜是那個美國的大衛王 而且他之前有挑戰過 吃到100盎司的牛排 對 所以今天我們兩個 應該是有辦法可以成功的 我們趕快進去這個夜市裡面吃牛排吧 GOGO 好啦 那餐點上桌 實在是非常的壯觀 十分 那其實我原本以為他只有這個牛排 結果他有這個麵還有這個蛋 所以呢 我覺得我們一個人五份是沒有問題 我還有這個餐包 因為那個我們剛點餐的時候 那個小姐姐真的很可愛 Yeah 他真的是很嚇到 哇 還有他以為是三個人 然後我只有兩個人在吃 而且是再三確認的那種 好啊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嗎 開始嗎 好 OK啊 OK啊 我們就開始了 OK好 Let's go 那個麵還有番茄醬耶 一點點 好像還可以自己選要的醬 哦 對 因為這個很便宜啦 我覺得跟美國的牛排不能比 哦 這個就是非常的臭味 Yeah 我之前看瑞娜可以吃100盎司沒有問題 就上次有一個三大塊的 那個也差不多100盎司 香腸哦 士林大香腸 我好喜歡吃台灣香腸哦 美國那邊是不是比較找不到啊 美國那個太 太鹹了 哦 台灣的甜的很好吃 哇這個還軟軟的 哇這還蠻不錯的 很脆啊 我反而覺得這個餐包跟這個麵比較好吃耶 但牛排太咬不斷 台灣牛排有沒有很popular 我覺得還蠻popular的啊 就是這種就是很便宜啦 然後也有很好吃的 popular怎麼講 有名 就是大家朋友很多 我比較喜歡練習中文 然後練習點比較 對我有好處 你們在美國的那個店家都是講中文的嗎 還是不一定 如果是中國的參考 我會跟他們講中文的分 就是很可惜啊 因為我爸媽跟我講英文 所以我們有別的地方可以練習 你可以明白我就夠了 好像 又很可愛 另外一天我跟我爸爸說 我在這裡跟很多 台灣的 Youtuber在做事 他說 你怎麼會跟他們講話 你不會讀中文 那我給他 I do a screenshot of her message 就是你給我 voice message 然後我寫英文給你 這樣子可以 好 我都看得懂 對呀 我覺得好笑 我就怕說我 打字你試試看得懂 你打字每一次 I have to use Google Translator 喔 那就太麻煩了 你今天有吃過嗎 沒有 啊有啦 我早上在那個機場的時候有吃 所以你今天剛飛來啊 哇 辛苦你了 Oh my God 我今天剛到 然後你明天要走 嗯 對 那你這次旅行 多久還沒有回到美國 我日本弄完了會一個月已經沒回家了 那很久 有沒有開始想家 那你想家都吃 就是你想念的是食物嗎 還是 我想念我的狗 我的狗 我好想念它 你很厲害耶 一直在喝可樂 我一直喜愛了 我很喜歡喝可樂 如果我不能喝可樂 我不能吃 所以都是 挑戰也都是一樣 邊吃邊喝 嗯 你覺得台灣的這個便宜的牛排 在美國也有這種比較便宜的嗎 也有啊 所以其實吃起來也蠻像的 不太一樣 我比較喜歡台灣的 哦 對 台灣的它後面還有那種自主感可以裝啊 但我們今天這個 目標是吃這個排餐 所以就 那個就不算在裡面 我真的 I'm very biased to Asian chef 我覺得亞洲的蔬 什麼東西都很好吃 都很好吃 我之前在美國也是住一陣子 然後就發現說 很無聊 就是都一直在吃漢堡 三明治之類的 Yeah Yeah 你有去過嗎 Yeah 無聊 right 還有Pizza Yeah 就是 沒有什麼意思的食物 因為它那個最便宜啊 我們那時候 就是 去當學生 也就是買得起那些 嗯 也很不健康 對 或者是 要買健康就很貴 Yeah Oh yeah 你有做過那個 安伯格挑戰嗎 有 我失敗了 我失敗了 我跟這位美女一起做的 失敗是 嗯 真的嗎 他有影片 OK 我需要看 我怕 沒有 不容易 Oh shit 但是你就不要喝這個的話 應該是可以 我輸得很長 我剩很多 真的喔 對 大概三年前 但是我覺得我也沒有進步多少 我這次我再去一樣 真的那太難了 哇這樣子 你說我也很害怕了 Oh my god 它要完成五盤了 他說一盤五盎司 但是 那是只有肉的話 我在想它如果含這些麵 或蛋的話 應該有到 十二左右 我在猜 就是因為它還有麵包 很好吃耶 嗯 我是這樣子還舒服 可是我不想要吃的不舒服 不舒服 對嗎 對 像我上次在新加坡吃那個 Durion buffet 我吃五顆 我當下很討厭 但是隔了三天四天 我又想要再吃了 嗯 我覺得這麵包很好吃耶 對啊 很脆啊 裡面還有放奶油 嗯 嗯 我覺得那個 還沒過來這裡看我們 如果看到我們這樣吃 它會嚇到 我們再點 OK 再點了 看 你看它在看我了 在看我了 我先把這個停著 哇上來了 那總共又是四份 然後還有四個三包 我們趕快趁熱吃 Let's go 這個槓實際上會很燙喔 你要小心喔 對 要小心 哇 你剛出來好燙 你怎麼吃得這麼快 喔 都燙錯了 不習慣 我可能習慣了 那你有挑戰過就是 食物沒有辦法 讓它放涼嗎 的挑戰 有 我在之前美國有一個 它是完全不讓放涼的 就是 做好之後就放到醜上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 在旅遊 所以想說就是 有找到挑戰就去挑戰 嗯 所以你挑戰前是 都是真的會緊張的那一種 我也是耶 就是每次都沒辦法改 已經做了很多次 還是沒辦法改 你有這樣子的感覺很好 就是說 你還喜歡做這個 如果你沒有這樣子的感覺 你就覺得這個無聊 你就不會有好玩了 還有如果你沒有好玩 你的粉絲就會看到你 你就 好像是在教功課一樣 yeah yeah 我覺得你好厲害 你吃這個不用喝水 可是我是覺得你很厲害 喝了很多飲料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說挑戰中間喝這個 會讓我飽得很快 我都是最後真的不行了 我才配 然後change那個味道 想問問Reyna 對這個台灣的夜市牛排 覺得怎麼樣 這個還可以 這個我覺得味道有點單 可是還好吃 如果是單吃一兩個的話 是OK yeah 就是一直在吃味道有單一點的 那如果是把它在挑戰裡面 你會覺得它是難度很難的嗎 還是難度比較一般的 難度 yeah what's難度 oh right 難度 就是我們這樣子 我們是eating normally right but if we do it challenge style like我們先把肉吃完會更容易 對對對 那個就是有時間限制的話 先吃肉是比較好 對對對 因為我們像是就是 這樣子 邊聊邊吃 邊聊邊吃 然後旁邊跟麵也一吃一下 我會買的比較快 對嗎 因為我做漢堡挑戰也都是先吃肉 yeah 大家都這樣 yeah 我也吃麵包 很多karts you know we get very full 它體積也特別大 就是它說到胃裡面的話 還是大的 yeah exactly 吃完啦 那我們今天 我跟Reyna 總共吃了14分的牛排 非常的飽 非常的滿足 那很可惜 沒有辦法讓店家早點下班 因為他們量實在太多了 我們沒有辦法把它完全吃完 yeah 不過很開心 跟Reyna一起拍片 那如果大家喜歡看這種 大王挑戰系列的 也可以去follow一下Reyna的頻道 謝謝謝謝 他的挑戰都是那種 吃超多吃超怪的 很厲害 好啦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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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